大家好,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,希望大家能给唐糖点个赞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专家研究发现,这样做80岁也不会痴呆,再忙也花两分钟看看,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出现皱纹,老年斑,头发变白,反应迟钝等变化。 外在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肉眼看到,但是大脑老了,萎缩了,我们却看不到,而这不能直接看到的地方,恰恰是最重要的。 年纪大了,记忆力就下降,不是必然,脑萎缩才是根源。 很多人以为年纪慢慢大了,以为出现一些个什么记不住事,总望东西放哪儿,手脚不灵活,失眠,头晕,步履蹒跚,反应迟钝的情况都是正常的现象,真的是这样吗?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神经内科教授张振兴介绍说,多数中老年人常有的记忆力下降,手脚没有过去灵活的感觉,耳鸣,失眠等症状,都可能就与生理性的脑萎缩有关。 活跃脑细胞,动舌头最简单,80岁不迟呆,100岁,轻松过。 据广州日报报道,日本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,生活中坚持锻炼舌头,可以间接刺激脑部和面部的神经,从而减缓大脑萎缩,同时可防止面部神经肌肉的老化。 科学家认为,人体出现老化现象,最大的原因在于脑萎缩,最显著的症状是舌头僵化和表情变得呆板。 日本科学家对800名志愿者进行对比研究,让一组志愿者每天早晚刻意坚持活动舌头,另外一组志愿者则不特别活动舌头。 这样的实验持续了大约半年之后,科学家发现,坚持活动舌头的一组人,他们的大脑细胞明显要比没有特别活动舌头的后者活跃,处理问题的反应力也要比后者快。 科学家说,这一研究结果让我们寻找到一条延缓大脑衰老的非食疗方法。 基于这项研究,日本科学家建议,每天早晚可以活动舌头,来活跃脑细胞防止脑衰老,脑萎缩。 一,吐舌头。 舌尖向前尽量伸出,使舌根有拉伸的感觉,然后收回卷起反复十次。 二,转舌头。 让舌头在口腔内慢慢地以最大范围顺时针转时圈,然后再逆时针转时圈。 三,舌头舔牙齿。 将舌尖轻轻抵住上额十秒,然后抵住上齿外侧十秒,下齿外侧十秒,下齿内侧十秒。 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,大脑灵活,不衰老,不萎缩。 各个器官生理功能才能正常进行,这套操作起来不拘时间,早上能做,中午能做,晚上也可以。 一般建议早晚各做一次,没事做做,不用吃乱七八糟的药,省钱不说还安全,作用实在。 这些食物,健脑补脑,预防大脑萎缩。 一,动物内脏,不但营养丰富,其健脑作用也大大优于动物肉质本身,因为动物内脏比肉质还有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。 二,红糖,所含的钙是糖力中最高的,同时它还含有少量的B组维生素,这些对大脑的发育很有利。 三,肉类,瘦猪肉有滋阴润造的作用,牛肉具有健脾异味健脑的功效,肌肉可以温中益气健脑补脑。 鸭肉具有滋阴物养胃,沥水消肿补脑的作用,骨髓可以补肾壮骨,补益脑水。 海参含有粗蛋白质,脂肪,钙等成分,具有补肾易经健脑的功效。 四,核桃,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。 这种物质能使脑的结构物质完善,从而使人具有良好的脑力,所以人们都把它作为健脑食品的首选。 五,鱼头,鱼头含有蛋白质、氨基酸、维生素和大量微量元素,对补五脏,健脑抑制有很好的效果。 六,柚子。 柚子是保证人体健康使心血管系统健康运转的水果,它含有的果胶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,减轻动脉血管壁的损伤, 维护血管功能,预防动脉硬化和心脏病。 常吃柚子对我们的大脑保健也是十分有效的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大家别忘了给唐糖点个赞,同时可以到Facebook和唐糖互动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